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熊连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前边咱们会了smarty的基本应用 对不对 这些才是smarty的10%左右的信息 对吧 咱只要能学会smarty30%左右的信息 那你就足够用了 对吧 在咱尽量会讲到smarty的80%的东西 对吧 让大家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使用的机会 是不是这样的 对 那咱们就看一下 学习smarty 我们应该学习哪些内容 对吧 因为smarty分两拨人在用 一拨是程序员写业务逻辑的 对不对 他们得包含模板文件 向模板分辨量显示 对不对 对吧 一拨是美工人员用 美工人员除了写TML 写CS 写CSI 对不对 他需要把 那就是对程序员分配给他的变量 他得摆出来 对吧 那摆成简单变量就可以了 有些逻辑判断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呢 咱们 叫现在使用的是smarty3 那你下smarty3的手势 这里边我已经大家想完了 那如果大家需要的话 可以在视频配套里边可以找到 或者是 你可以等到 可以自己在网上按照这个名称 smarty3 对 中英文对照手势 你可以去拿过来 对吧 那看一下 这里边 开始的部分 什么序什么的 刚刚就不多说了 这里边就说一下 什么是smarty smarty什么好处 相信大家 这个都已经了解了 对不对 对吧 这是smarty的优势 这里边 然后这是一拨的序 对吧 这是他的一个看法 然后开始部分 就是什么smarty 中英文对照手势 记住了 上面是英文的上面是中文的 你可以很明白看 对不对 对 然后就是安装 安装要求基本安装 扩展安装 几种安装方式 对吧 当然了咱们只要包含类就可以了 不需要那么复杂的安装 对吧 然后除了这个开始部分和序 之外你看 这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什么 模板设计者片 什么叫模板设计者片 什么叫模板设计者片 也就是美工该学的东西 听什么 他学习模板设计者片都哪些了 还有这么多 就是在模板上我们需要写的语法 明白这意思吗 模板是怎么用 你看 咱们平时只用变量 和自己内置的一些函数就足矣了 对不对 但这些都会讲 听什么 那学习什么呢 如何把变量摆放出来 如何省一幅语卷 如何循环数足 对不对 如何包含文件 这前面咱们重点说过了 对不对 这里边还有一些其他细节 接着 模板设计者片 就是写模板的那些美工该学的东西 对吧 逻辑都不难 因为美工它不是程序员 对不对 它美感很好 但是逻辑会稍差一些 对吧 而这一部分 第三部分 是程序员片 也就是写PP程序的人 他需要使用模板已经该使用哪里 比如说他前面用到的 你得创建Smart对象 对不对 你得用Smart对象中的方法 将变量分配给模板吧 你得包含哪个模板吧 对不对 当然还有很多细节的处理 比如说 在模板中需要的标签不够用了 我这里边可以多声明一些标签 声明一些函数 在模板里使用 做一些缓存的处理 对吧 都可以在这里边 比如说这些变量 就是长量 就是Smart内里面启用的长量 对不对 变量这些变量大部分都用过 比如说 第一个怎么用过 第二个怎么用过 对不对 其他的陆续也会用 但是不一定用权 然后 就是什么 除了变量就是方法 这里边大部分方法 我们也都会使用一下 这些都是Smart对象中的属性方法 对不对 用到他们我们能对Smart做些什么设置之类的 对不对 或者做什么处理 对 然后再有什么 缓存技术和一些高级特性 还有插件扩展Smart 对吧 这么几个方面 咱们大部分也都会学 但是不一定把里边所有的属性 所有的方法都学全 对不对 把长用的给大家看一看 这就是我们学习Smart 我们重点该学习什么 对不对 当然了 你现在是程序员的身份 那你学Smart的时候 学外演设计制片 你就会非常的容易把它学会 对吧 它虽然像一门语言似的 但是呢 你已经学过了PAP语言 它的语法跟PAP语法基本相似 对吧 但是对于一些从来没进入过PAP程序的人 如果想学这个墨板眼前的话 那简单的一辅一卷 他有可能要学好几天 对不对 当然没那么夸张 对不对 好几个小时吧 循环有可能会好几个小时 对不对 会好久 当然如果你 如果你懂流声控制之类的 函数之类的 对不对 那这些就不用花太长时间 只看一下在模板上怎么用 就完了 对不对 就可以了 那我们从基本语法上来看起 基本语法 当然这里边基本语法 涉及到后边的知识会很多 对吧 这里边我只是简单给大家看一看 然后做一些简单的实验而已 因为是一个后边 比如说是一个像函数 变量咱们都知道了 函数咱们也知道 对不对 但是这个函数说的是程序中的函数 我后边呢会有专门内自定义函数 和内建函数 会单独的说这函数 对不对 那属性呢 其实就是函数的参数之类的 对吧 所以这些呢 大家有可能不太理解 但不要紧 咱只是过一点 先了解一下 后边都会讲到 对吧 这里边咱们重点先看一下 注释 对吧 那注释 咱们平时说了 在模板里边我怎么写注释啊 比如说 这个test test 我那删掉了 对吧 在后面下面 你看 比如说我想把程序这个注释掉 我可不可以这样注释掉 用而填而注释 可以吧 没问题 你看一下 访问一下 老子耗斯里边的test.pp 你看 不是test.pp了 什么 indest.pp 是不是注释的地方没显示 对不对 但是我们查看页面原代码 右键 查看页面原代码 我们会发现 你看 注释内容 是不是这已经有了 对吧 一定要理解smart原理 你就理解为什么这块有了 因为它是把整个页面内容全拿给摸摆眼睛 对不对 摸摆眼睛不管你注释不注释 只要是符合它的语法规则 对不对 就会把它解析 只是都发到前台了 在输出的时候浏览器没有显示而已 P2P该做的事都做了 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注释的话 如果你选择RTM这种注释 可以不显示 但是P2P还是对调进 摸摆眼睛还是对调进行处理的 因为这是摸摆眼睛的预法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用这种注释 咱们定解符是不是尖块大块 对不对 这是定解符 对吧 定解符 挨着定解符 我们加个星 加个星 这同样是注释 对吧 我们看一下 页面会不会显示呢 刷新一下 同样没显示 对不对 那我们再查一下 看到了吗 而T2M注释显示 是不是摸摆眼球注释都没显示 对不对 那摸摆眼球的原理是什么呢 他在把这个页面做替换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注释 直接就替换成空了 明白了 里边连解析都没解析 所以呢 用这样的注释 因为注释就是给成员看的 对不对 那别人发行网页的时候 是不是也看到这些注释了 对 所以呢 好处很多 所以我建议大家写模板的时候 既然这个摸摆眼球提供了注释方式 那么你就按照这种摸摆眼球的注释方式 而少用这种 而是T2M的注释方式 它只是在输出的时候 浏览器面的显示而已 而这种的是摸摆眼球在编译的时候 就怎么的 没处理它 对吧 这是咱们第一个要讲的注释的问题 没问题了 效率也会高 因为它没处理 对不对 变量 咱们都知道了 对不对 这smart里变量 当然变量 后期咱们会讲什么呢 变量有各种生命方法 你看这里边 这些方式 你都是咱们前面没用过的 当前面只用了一个什么 就是普通的一个变量显示 对不对 你看这里边 可以有两个变量相加 这个又是什么 大家不懂 咱这后边会讲 对不对 像戴格林的 这种还凋系到函数了 你看到了吗 对不对 还有这种带点的结构 综合号的结构 点的结构 对不对 还有这种对象的结构 连贯操作的结构 对不对 这些咱们在第四章变量的时候 给大家说 好吧 像分配的时候 咱们会讲函数的时候 跟大家说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 变量可以有各种各样使用的格式 对吧 现在看不懂 没关系 等咱们讲完后边的第四章 第五章第六章 对吧 第七章第八章 这些都讲完之后 这些你就没有看不懂 但是现在咱们要说这个 那时间会很长 大家还保理一点 所以咱们先跳过好不好 函数 也就是在咱们什么里边呢 在咱们模板里边就两个东西 一个是变量 一个是函数 对吧 那说那一幅语字不是结构体吗 对不对 循环数组不是结构体吗 那些是结构体 但是呢 它是函数的形式 也就是在模板里边 你看不到别的东西 除了变量就函数 对吧 像这样 你看包含文件 加的文件是函数 包含文件是函数 一复语就是函数 只不过这是什么 标记函数 单上函数 对不对 这是块函数而已 这都叫函数 对不对 这就是函数的参数 相当于一天标签的标签名 对不对 咱们这块什么时候讲呢 像这些函数的部分 咱们专门有内置函数和自定义函数 就是吧 先了解一下模板里边可以使用函数 这块咱们也跳过 对吧 不然的话这块 想时间太长 可后边还重复 明白吧 那属性 什么是属性呢 就是函数的参数 只不过它做成标签的属性上 上了 看到了吗 有这意思吧 那像什么 这什么刀说 属性上可以用变料 属性上可以用两个警号 对不对 这些呢 属性里边大块里边还可以用大块 对不对 这函数里边踹踹函数相当于 对吧 这其实跟PP的语法很相似 你就记住 虽然这么多语法 你只要记最简单的足够用了 Smart给你提供了很多很多功能 但是好多功能我们是根本用不上 对 对吧 就因为这个体育功能太多 太大了 好多人就排斥用它 我现在也排斥用它 对不对 我只用它百分之二三十的功能 那干嘛这些功能 它全题目还去不掉 对不对 是不是 效率很低 对吧 这是函数 双样号的解析变量 就是参数里边有双样号的时候 放变量 这个后边我讲变量的时候 讲函数的时候 我都给大家说一说 好吧 所以现在都不着急说 这都是这个 然后数学运算 你看 在模法里边直接有加减乘除 简单的一些运算 在表达式里边也会有这些简单运算 再有忽略Smart解析 什么叫忽略Smart解析 咱们说了 这个大关号 这个问题等已经解决了 情况 千万能模板能加速和CSI代码 是不是容易冲突 对不对 所以当解决办法 是把定件符给改掉了 对不对 这里边除了改定件符 还有一些其他的解析方案 对吧 咱们在内置函数的时候 也会去解决这个问题 好吧 前面咱们已经稍稍解决了一点这个问题 对 所以说基本语法这块 大家只现在需要注意的是一个 注释的问题 听到吧 咱们在讲到后边指点的时候 会把其他的都详细的说一下 因为现在没有必要说 了解一下我这些基本语法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节课时间关系 就简单叫到这里边 这节课重点要知道 你是美工 你还是成员 你得定位对不对 对 还是两个你都兼着做对吧 那看你什么真正去学这个东西 然后学哪些部分内容对不对 嗯 然后呢 学会使用手持 好 谢谢大家 我们这些课就叫到这里 好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